為什麼沒辦法對國會對人民說清楚呢 到底我們犧牲這麼大 我們換取了什麼 我們換到什麼 我先帶重申於是 國民黨從2012到現在的民族 我們一直都是牛逐分 所以我們始終拒絕含瘦肉菌的服務進口 這是有道理 因為第一個我們的飲食習慣 還有我們的民情 還有我們的產業 都告訴我們 如果進口含瘦肉菌的豬肉 對台灣人民的健康 還有對我們產業的充足 會非常大 那再加上我們的飲食習慣當中 我們有可能會使用大量的豬內障 那這些其實都是在風險管控上面 很難管管的 那就更不用含豬肉的架風質 你根本無法定比 這個是不是含瘦肉菌的豬肉 那更何況 政府並沒有跟我們講說 你要如何做好這些配套措施 到現在各位有看到嗎 各位有聽到嗎 我們犧牲這麼大 換到什麼 我們要請蔡總統跟大家報告清除 所以為什麼我們認為這件事情 蔡總統有必要到國會做國情報道 這是事情大 你也講了 這個決定是影響到台灣未來的發展 既然這麼重要 為什麼沒辦法對國會人民說清楚呢 到底我們犧牲這麼大 我們換取了什麼 我們換到什麼 人民需要知道 民主國家 面對人民的質疑 為政者的責任就是要把人民的疑問說清楚 所以國民黨一定選擇跟人民站在一起 選擇捍衛人民的權利 選擇保障人民的權利 大家不用懷疑國民黨的質疑 我們的兩岸論述 其實在改革委員會提出來之後 我們也花了一段時間 到各個地方去跟我們的基層的黨代表 還有黨民做投投 我們在這兩天就會做一個定案 到時候也會對總統委員 全代會來做報告 共民黨是一個民主的政黨 本來內部就可以允許不一樣的聲明 但是我們會抽取一個 這個最大的一個通約數 那我想現階段的兩岸其實呢 先過去 以往等等都有點不同 但是 但是如何讓兩岸當中 九二共識所代表的 求同純意的這樣的精神 能夠延續兩岸的募動 我想這樣子的方向 我們是不會改變 rond 我也是 確實說 但是